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大年初一 对不对 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拜个年 是 牛年的头一天 在这祝大家过年好了 这个牛转乾坤 这个万事如意 是 是 是 那当然来讲的今天是大年初一 新闻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新闻在要 好的 今天是2月12号 星期五最主要是农历的这个大年初一 相信朋友们在此刻 更是有这种节日的氛围了 因为虽然昨天是30 可是很多人还在上班的 但今天此刻在看电视的朋友 一定是消消停停的准备 过大年初一的晚上 以及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了 是 今天已经周五了 那今天首先我们第一个 要看到新闻在要内容有什么 来关注一下 首先还是疫情方面是不能放松的 那么新西兰方面的卫生部门 就做了今天的最新通报 今天的新增病例是两个确诊 他们都是来自于管制隔离设施当中的 那么社区里面呢 是没有新增病例的出现 哇 太棒了 那单来讲的好消息还有 因为今天是大年初一 对不对 所以政府宣布辉瑞疫苗 确定要来了 是因为这个原因确定的吗 对对对对 就配合中国新年嘛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啊 听说有人呢 已经收到政府的通知了 准备去打疫苗 对这个第一针疫苗 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2月20号就能够注射了 时间点都算到了啊 因为应该打的是辉瑞 因为那个我朋友他说他爸爸担心啊 打的是哪一种 对对不知道是哪个牌子了 应该第一批是辉瑞 好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 下一条说到的是 虽然疫苗带来了曙光 但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很多人关注的 跨塔斯曼的这个旅游bubble 可能这个气泡要变成泡沫了 为什么会泡沫化呢 因为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 从明天开始要进入到第三轮的lockdown 那么旅行计划的畅通预计又会往后推了 是的 那当然在这边 这边特别预告一下 从大概本周开始 每周五啊 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是什么环节呢 我们会有一个和国会议员 陈奈斯的电话连线环节 他每周在国会当中 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议题 以及进行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电话连线采访到陈奕远 好的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说电话连线呢 同时来说呢 在这个美国时间的这个除夕啊 这一天呢 对 这个拜登打电话给了这个习近平啊 说了什么呢 这个太有意思 本来呢 我以为丢队老师的这个赌局要输了 他说这个除夕之前会打 我一直不相信 就希望他输 结果没想到果然是这个 这样还是老的老 黑黑黑黑黑黑 让您给猜对了 真的是打电话了 给蒙到的蒙到的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 除了这个电话之外呢 美国政府最新有一个要求呢 就是联邦法院要暂停对TikTok 就是抖音的海外版的那些禁令限制会取消掉了 是 那另外推特已经宣布永久对特朗普封号这件事情呢 这个即使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 也不可以注册推特 是的 还有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特朗普的弹劾案是从2月9号开始的 那么现在进入到了什么阶段呢 辩论阶段 他会不会被认定为有罪呢 一系列的进展 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一起跟进一下 是 那最近很多朋友一定看到关于纽航啊 涉及沙特海军的涡轮机维修案计划 到底这个纽航跟沙特的海军 一个是空中一个是海上 怎么会扯在一起呢 在节目当中我们再跟各位细说分明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在去年11月发生的奥克兰当地的命案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有关注到的 那么就是奥克兰华人女商人被害案的进展情况 警方在今天早上在马牛靠地区的法院呢 就有开庭 然后47岁的一名男子被捕是被控谋杀的情况 是详细的情形呢 这个警方稍后会有更多的内容啊 但是至少现在已经知道逮捕的这个相关的嫌犯 对是 那但来讲呢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跟各位特别预告 就是即将来到的这个八点钟的 今天晚上 即将来到就今天晚上 对 我们还会有一档什么节目 我们还会有一个精彩想先看 看什么节目呢 大家看到这是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春晚啊 2021的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季电话晚会 很多人会看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台精彩的跨国春晚 也会通过我们33的频道亮相了 这台晚会叫做春天的旋律2021 抢先看什么内容 一会儿给您透露点秘密 画面好精彩啊 好的 那进入今天的新闻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关于疫情的这个通报啊 好那今天来看的在疫情通报方面的数据怎么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一点钟啊 卫生部做了这样的一个通报最新疫情的状况 是新增了两个确诊病例 他们都是来自于海外输入型的 分别是在1月26号和2月7号经由这个英国入境的 那么目前呢也是在管制隔离设施当中的 大家不用担心 而新西兰本土目前的活跃病例呢是有44个 累计的这个病例这一年的时间以来一共是1970例 那么在昨天的核酸检测还是不少的 一共进行了5089例 这就使得我们总检测数已经达到了157万8782例 是你数学真的不错 算了我没怎么算就一下就说出来了 这个朱新算有用功 是那当然回头来讲这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整个疫情的控制是非常的有成效 那政府似乎今天也新闻讲到 在这个即将在4月5月来到的时候 会释放更多的这个床位啊 让海外的人士能够回来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铺满酒店 因为隔离区内出现了感染的情况 虽然一度出现了这个封锁 然后酒店的这个入住接单的 也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那么据了解最近是4月5月 释放少量的床位给有需要的人啊 对我觉得不要勉强 不想回来不要勉强 真的因为你回来要隔离 要这个那个啊 但是现在有点让人伤脑筋的事 什么问题 账单一大堆没人买单 对对是有很多人呢 隔离完拍拍屁股走人了 对不对 嗯这就不理了哈 对所以大家要是 其实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有出境的打算的 他们在出境之前 就要看MIQ的这个网站 管制隔离设施的网站 然后去来找适合的 去申请这个Wallshare之类的 对 要选好回来的时间 然后就发现 最近这几个月 的确是很难释放出来一小部分 因为他们害怕导致网站瘫痪啊 怎么的 也是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所以有需要一定要常上去看看才行 是 好的 那当然讲呢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 政府也做出了一个好消息宣布 就是辉瑞疫苗即将抵达 对不对 这个消息好像比我们大家想象的要早 因为此前一直说到的是 官方的口吻是说在第一季度 会有这个辉瑞的疫苗 进入到新西兰境内 大家经常说 对 如果你按照这个最迟的打算 就是三月底嘛 大家做一个比较慢的打算 但是今天早上 我们的总理连同卫生部长 Andrew Little 以及我们的疫情响应部长 Chris Hipkins 共同做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就宣布说辉瑞公司的疫苗呢 新冠疫苗在下周就能够运抵到新西兰境内了 而从下周六开始的两到三周之内呢 就有人可以先打了 所以如果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呢 第一批人应该是在2月20号以后就可以来打疫苗了 鼓掌一下 鼓掌一下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毕竟来讲疫苗开始施打之后呢 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整个国家风险不断的降低 降低 比如说经济能够继续维持这个热度啊 这个大家不需要再lock down 这些都是非常的关键 但是总理也暗示一句话就是说 最快全国打完到明年吗 明年年中还是年底 今年底 今年底 至少要到今年底 他是说每个礼拜都会有祸到 是 对不对 但理论上就要打两剂哦 要打两次 我最近看到跟疫苗有关的新闻 就属于那种好坏参半 所以我没有特别的选出来和大家细说 比如说有的人对疫苗的这个重视程度就很高 有航空公司 是啊 航空公司就要求他们招收的空姐必须是打过疫苗的 然后他们要要求设置一个百分百的这种 全疫苗的施打型的这样的一个航线 比如像新加坡航空啊 还有这个阿联酋啊 那些就比较富的国家和地区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搭的航空 他们所有的从这个飞行员到机组人员都打过疫苗 我就觉得很安全了 对不对 你会这样想吗 是 所以这个现在大家都拼命要打 对 但也有不重视的 不重视的地方是这样子的 像美国吧 目前进行了一个民调 比如说三分之一的人都认为打疫苗是没用 他们不会打的 而且说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打了感觉没效果 像亏日的疫苗有地方的人打了第一针之后 再打第二针之前呢 就发现哎 中间中注标了 没有 就第二针打太多 有概率 没有 这本来就这样吗 这吃东西吃饭都会噎到 对对对 打针哈 疫苗呢 倒不是百分之百 那毕竟来讲 但是如果能够全面铺开对整个国家来讲对社会经济稳定很重要 而且最主要呢对于那些高危地区疫苗打了之后至少它的致死率会大大降低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 考虑一下吧 打打打 我们来看看新西兰境内什么情况啊 我们的总理宣布呢 会有一万两千名的边境工作人员是首批的疫苗接种者 那么第二批人是谁呢 就是这些边境接种者的家庭成员 他的身边人 因为他们毕竟是每天都有接触的嘛 那么再之后就是医护人员 还有那种一三手的那些行业必要工作的那种行业 一线的以及高风险的人群 那么最早的新西兰公布的计划呢 是在第二季度 也就是从四月份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全面的打疫苗接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希望呢 总理也说了 没想到第一批疫苗呢 能来得这么早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时间 而且他认为一旦疫苗开打呢 对于新西兰的抗疫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时间 对 所以大年出于好消息啊 利多你知道 他特别是不是算一下今天是过年啊 您说专门针对我们的吗 针对华人朋友的这个 过年有好事啊 双喜临门的感觉 因为过年都是要报喜不报忧嘛 对不对 这个岁岁平安啊 打破碗都不会挨骂了 是啊 好吧 好 看完这则好消息之后 再来看到关于这个旅行泡泡的事情啊 嗯 实际上我也关注到澳大利亚的新闻 他们非常关注能不能新西兰跟澳大利亚有旅游泡泡 现在看来呢 看来这个泡泡一时半会不是建立起来要不然就泡泡变成泡沫了泡沫吹开了啊澳洲和新西兰是多么近的两个国家也是一向是有着非常好的这种关系的啊很接近的两个国家但是最近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纽约呃不是不是纽约是澳洲的维多利亚州就是墨尔本所在的这个州的州 州长Daniel Andrews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就说到也是接受到了当地这个卫生专家的建议之后他们决定从今天晚上的11点59分其实也就是说从零时开始嘛明天开始风对然后进行这个lockdown维多利亚的全境会进入到五天的封闭时间那么具体的这个限制的措施呢和应该这叫不是第三轮是第四轮的和此前的三轮的lockdown基本是类似的状态了对 对这个看得出来澳大利亚现在在疫情的控制上啊这个一会是东边这个冒烟西边冒火的没完没了啊这一会风塌塌塌塌塌所以我觉得这个短时间来看呢咱们还是自求多福旅游巴博没办法大家就呆在家里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通常建立旅游巴博都是希望和墨尔本啊悉尼啊布里斯班啊这几个东南或者是这边东边的沿海城市但是西边的疫情控制的特别的好西边对 对对对说布里斯那边已经有很长说四五个月没有出现过什么感染的情况了可是就是地广人稀见不到人了我估计中部的那些地方呢更好更好因为本来就没有人可是就更不会有人去啊所以这旅游泡泡看起来呢现在是大概没有希望了当然来讲呢对于这个纽约的旅游事业啊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 但是如果疫苗来了之后这个澳大利亚跟新西兰都能打完那反而可能还有机会是陈泡泡那这次的lockdown的时间呢我觉得还算是有盼头不像是我们说德国还是哪好像会进入新的一轮时间很长啊那么这次的这个lockdown的是五天五天之后州长会根据当时的这个情况再来决定那为什么要开展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lockdown呢 是因为当地有一个holiday in的这个酒店里就出现了聚集性的传播病例达到13例之多而卫生部呢也认为这个病例是和英国的变异病毒好像是很接近而且是更具传染性的所以才做以下决定的好的我们来跟这个国会议员陈奈斯来进行连线一下啊前面有预告吗从这周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是好那陈议员你好我们来听听啊陈奈斯你好 陈奈斯你好 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听得到 听得到 这个喇叭可能要打开不然我们听不到陈议员的声音哈没问题啊是陈奈斯你好 陈奈斯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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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节目上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个上班的第一周啊对 是我其实这个礼拜 但是稍微等于说放了这小小的假因为本来大家知道国会是一直开到周四晚上的那我当时跟党编说说啊今年就像洋人的圣诞夜一样我说我要再跟家人一起过所以他们就一白三七早让我回来了 哇 我不过我这两天等于说一直在参加不只是我们华盛很多的新年活动那我也在一直在 我觉得网络很棒我还可以一直参加所有select committee在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就是我们马上要通过的Mollywood的这个整个就是给我们的毛利同胞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系统在地方选举当中所以今天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也去了我们的Fotany的一个小学去跟这边的小朋友分享一下过中国新年的一天 这些意义我觉得很好是的所以说这个虽然说是提早离开了国会看着好像是要过中国传统年但是也没忘了国会要干的事还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是的 我觉得有科技真的现在非常非常好能够什么都不犯物是那今天是大年初一啊那您要不要跟我们说的这个Channel33的观众朋友拜个年啊 是今天很谢谢这位能够邀请我上节目跟所有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跟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说一声新年快乐我也一直说今年我希望祝福给大家的是就是平安跟健康因为我觉得这个在2021年显得游戏的重要是那这个当然大家听到您的拜年祝福啊 大家也真的是很高兴是昨天还看到了那个耐斯非常生活中可爱的一面不是不是艺员的那种样子 看着嘴角哦对看着你的手艺非常好哎谢谢谢谢下一次可以再做点其他的事我也很开心要请你们来家里面做一做对啊我觉得传统的这种手艺不能丢我下个礼拜打算去国会给我的同事们也报一场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以及我们华社在这边的贡献对我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对那国会当中对于中国传统的这种新春佳节他们了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又没有什么一些代表性的东西给他们展示呢 对对当然就是等于我打算在我们选一天晚上因为我不是说要待到时间吗我希望借助晚餐的小时一个小时时间能够请他们吃一顿饺子 当然我也鼓励我所有的同事能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中参加加入进来我们中国的庆祝嘛 就是所以我知道比如说像我们的基督城也有很多的华人庆祝然后包括戴尼庆等等我就鼓励每个地方的国会议员都去加入到他们华社那边的庆祝 然后一起等于说不仅要祝上祝福可是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文化 是那马上还要问一下就这个2月14号是这个情人节啊同时听说也是您的公众微信号要开播的时间 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是可以稍微预告一下没错所以我们要集体过情人节对我来说是个蛮特殊的一个日子 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华人朋友能够跟我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沟通的方式 包括他们如果以后有什么样他们的问题需要找到我的办公室等等等等的都可以透过微信平台后直接跟我们联系 当然也能够希望分享一些更生活化一点的东西 比如说我每天在国会一些的小花剧 一些小琐事都能够透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分享出品 太好了 那在这里给您也拜个年啊 祝福您未来一年啊 这个在事业工作上都非常的顺利好吗 谢谢谢谢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奈斯陈议员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奈斯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 OK 拜拜 是 那刚刚跟我们连线的是新西兰的这个国会议员陈奈斯啊 听得出来他活力满满对不对 对我觉得他今天不单单说了在国会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 如何推广中国的文化 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我们昨天节目也知道 还有很多非常生活中的可爱的影片 也是通过节目展示出来了 是的 好那时间关系稍稍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拜登打电话给习近平到底说了什么 对世界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会见 好一会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三餐世界观 我是David 郑敬伟 大家好 我是豆融 是到节目第二段呢 我们要谈到的就是关于国际新闻上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 对不对打电话 对对老师肯定很得意啊 自己说的都对了 不好意思 不是因为我们毕竟是职业选手 对不对啊 要职业选手 要是如神 职业选手要职业选手表现了 好吧 其实是我们俩一起激发出来的 哎呦 我们来说这件事情啊 就是什么事情说对了呢 就是这个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啊 在二月 美国当地时间是二月十号 其实就昨天上午嘛 首次和中国的国家主席通了电话 那么据白宫方面声明呢 拜登首先 当然选的这个时间点一定是要拜年啦 他选在中国农历的这个大年三十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上 感觉这两个人通电话呢 也非常有仪式感了 对嘛 不光是这个上任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话 也带着这种对这个中国的一种美好的这种寄予啊 希望啊这样的一时间 还挺厉害的 那么主要就是说到了这个祝贺新春 那么除此之外呢 当然也就两国关心了一些话题 做了一些不同的阐名 是的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呢 这一次的这通电话啊 非常非常的时间点 非常的关键是 呃代表呢 我觉得拜登是在释放某种程度 非常明确的讯号 是善意的 因为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信念 对不对 在除夕夜之前打来祝福 多温馨感人啊 是 要不是你也在过去四年都想拥抱他 哈哈 你没有觉得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远方有名来祝福啊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 因为 呃以前我们推算的可能是要上任之后的某一段时间点 因为毕竟他跟俄罗斯啊什么的国家都打了 就该打了 那么如果能把这个时间专门的放到30 那真的是不单单是政治层面 那就是国与国的外交 还是带着那种情感类的感觉 要不然不会放30 那什么样的情况要情感 就是希望 希望拉近距离 对不对 是好啊 所以会在这时候 所以这个语言呢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很有意义啊 就是在释放大量的善意讯号给中方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中方的新华社也发表了这个 关于这个通话内容啊 对我们现在看看新华社方面啊 中国官方的说法呢 是说习近平就像拜登表示 中美的合作呢 是合则两立斗则俱伤的一个局面 所以合作是双方的一个唯一的选择 然后又引述了习近平的观点和说法说 台湾问题香港问题以及新疆问题呢 都是属于中国的内政 事关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那么美方的应该是尊重中国的 核心利益的要慎重形势 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另外除此之外 习近平也表明到中美之间有一些问题上 会有不同的观点 这是必然的 任何的国家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立场的 关键呢是要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以建设性的方式 能够妥善的去管控和处理 那么另外在白宫方面的声明呢 就说两个人主要交换的意见呢 是新冠疫情方面的 大家共同抗议的一些好的方法 还有呢就是讨论到了全球的健康问题 气候变化以及防止武器扩散 这些方面的议题 好 因为照国际外交官的 一般呢在电话上哈 这个大概通话时间在三十到四十分钟 叫做非常的圆满 那但这次呢拜登呢 在这个事后见到媒体的时候说 我跟习近平啊通了两个钟头的电话 那么久啊 对不对 这个平常你说谈恋爱 大家对不对 这个还在那边啊 可以聊两个钟头 一般谁跟谁聊两个钟头 老公跟老婆都不会啊 对不对 就两个钟头 好好好我知道啊 就挂了 他们两个可以聊两个钟头 就代表呢 这个最重要是双方有大量的这个意见呢 在真的交流 对不对 一般不好的五分钟就挂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拜登看得出来 他非常珍惜跟习近平这次通话 所以他特别跟记者强调哦 我们讲的两个钟头 在官方的上面没提多久 对不对 没提时间 但这个拜登特别提两个钟头 所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 这个拜登呢 这个基本上中美不会脱钩了 这个表示呢 原来特朗普说脱钩脱钩脱钩 这不会脱钩了 是 对不对 那第二呢 在这个当中啊 这个两个钟头基本上是各自表述 对 你说你有分歧吗 对不对 当然有了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不对 但是我不会说不准你说 对 对不对 你也没说不准我说 让我们各自讲讲完 是 对不对 在华盛顿方面白宫方面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声明 也是说到两个人说话的一些问题了 是 那除了拜年啊 一团和气的东西之外呢 也说到拜登通话当中也强调了 自己的首要工作呢 是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健康生活方式 同时也要保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然后也表达了对香港啊 新疆问题和台湾问题 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是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他们也是持一个关注的态度 这个话如果你拿回去啊 套一下找一下啊 大概基本上呢 美国官方的所有这个官方谈话当中 这些是一定要必备的 这就是基本点 基本点 表达关注是基本点 对 一定都各自表述嘛 对不对 那不过说真的 中方说你美方说你美方的 对不对 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啊 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在这个上面啊 拜登已经放到很大的这个善意的讯息之后 最重要在未来没有军事摩擦 这一点已经这个确定啊 那第二呢 这个在未来各位注意到啊 美方这一次啊 在大过年的打电话释放善意 接着中方要回馈一下 怎么回啊 贸易上吗 可能在贸易上 因为中国有对美国产品 进行一些惩罚性关税 可能呢 会先拿掉一些 或是在某一些地方 让美国啊 有一点面子 那美国接着呢 拜登呢 在今年的大概下半年 也会拿掉一些惩罚性关税啊 或者继续中美贸易谈判啊 让中方都中方就说 那我多买点豆子啊 美方说好 那我多买一点这个什么 这个你这个中国制造的什么东西 反正大家就会这样 就好像当过去就没发生 就是从这个冰封的一些项目当中 慢慢的去融化一部分 来解冻一下 但是你没有觉得拜登的这一招真高 除夕夜祝贺新年 打电话 这招哪个中国人不觉得很感动 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今天这个外国人跑来跟你说 Happy New Year 你是不是很高兴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呢未来的中美关系啊 应该是一个逐渐越来越明了啊 越来越有前景的一个中美关系 反正您是特别看好 现在的那我一直觉得就那么套路吗 好吧 我们希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向好的方向啊 对于大家都有好处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对没什么啊 是这样 那拒绝拒绝 没有我就觉得 因为说到这两国都是这个联合国 超人理事国的重要的 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 其实对于全世界都是没有好处的 将来不是世界就是两国共治了吗 这真的你看很快就会了啊 各位注意看 两年内全世界中美共治啊 这不会跑掉了啊 我们再看美国政府要求联邦法院暂停什么 暂停对于TikTok的一个禁令 这个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向好啊 或者是融化或者怎么样的 那肯定啊 那肯定啊 如果你回忆一下在稍早之前呢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签了很多行政命令 但有一则这个撤销一个行政命令呢 媒体都没报道 关于孔子学院 对 对不对 后来就看到嘛 对不对 低调把这个关系就弄掉了 然后呢 这是抖音呢 这个东西也停了 华为呢 你看很快啊 就要回去了啊 这一步一步都什么 在释放善意讯息 善意讯息的释放是为了什么 做生意啊 我想穿的 说穿的就是要赚中国的钱啊 这是重点啊 好 从经济方面的考量 我说的真真的就刚刚前面讲 叫什么套路 对不对 什么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那干美国人什么事 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你 他在乎什么 能不能赚到钱 这比较重要 务实的话 对对对对 因为他儿子也在中国 还有公司 好 我们来看看这条 刚才说到孔子学院 他当时孔子学院禁调 是因为什么文化入侵 财务 他说财务不透明 因为孔子学院呢 跟很多大学啊 有合作 那合作当中呢 有一些资金往来 他觉得有问题 所以要疯了 嗯 那现在呢 难道就没资金往来吗 对不对 这是一方面啊 另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在当地时间的10号的时候 美国的拜登政府要求联邦法院 目前暂停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的这个禁令 以便啊 当然说还是要重新进行审查 要审查这款应用程序 对于美国国家的安全的威胁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会做一个全面的部署 就安全问题 想想其他的一些办法 对吧 你觉得看是不是就是有点缓冲 对对不对 不然好端端的不就查到底吗 弄死他就算了 对不对 要再看看要这个区区来来啊 好现象好现象哈 好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关于这个 现在特朗普啊 这个这个他还在参议院进行弹劾案 对对被弹劾 但推特呢 这个真的是不给脸 对就是很很不给面子的一件事情啊 今天的这条新闻说到的是 推特的首席财务官在接受媒体的 采访的时候有人就问到他 并毕竟前一段时间 因为1月6号的事情之后 就把这个特朗普在推特上的 这样的一个发言给封闭掉了 那么就问他说 当然说的是无限期的一个禁闭 他说什么时候能恢复呢 说的是这个拜登如果正常顺上位以后 慢慢的如果可以的话就解掉嘛 那现在最新说法是这样子的啊 推特对特朗普的这个账号的封禁呢 是永久性的 而且即便就是说他不会被弹劾 2024年他可以再去选总统 即便如果能达到这一步的话 他们也不会允许特朗普 再重新注册推特账号了 永久性的封闭 那毕竟来讲这个商家呢 他对对推特来讲是负面的嘛 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时候推特治国 那是很棒 是是就就这个这就真的是很两面性的一件事情 你不觉得在 因为现在拜登当总统了 就没必要了 你的方向要转舵啊 就生意人对不对 你现在还在那推特治国 你不等着被那个对吧 我们来看看作为首席财务官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政策是这样子的啊 当你从这个平台上被移除的时候 你就是被永久的移除 不管你是什么评论员啊 或者是什么前任现任的公职人员 你的身份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我们的政策呢 就是为了保证一点 这是一个公共的社交平台 我们不能有人去煽动暴力 如果这么做的话 就会从服务器当中移除 而且是再不被允许接受回来的情况 没关系 他可以上那个叫现在clubhouse 可以自己开个房间啊 去聊天啊 好 那单来讲呢 特朗普在参议院会不会被弹劾呢 也是大家在讨论的话题 现在已经进入到大概第五天了 嗯 满四天了嘛 明天继续进行这个 这个周末应该也还是会继续辩论 到下礼拜才会投票 是 我们来看看啊 他们最早时候开始是在这个 当地时间是8号的时候 参议院是进行了一轮投票 当时是56票比44票 要决定对这个啊 总统进行弹劾的审判 是符合宪法的 所以意味着他们要进行双方的这个控辩啊 然后开始来进行这个 是不是要弹劾 是不是定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从9号开始 10号到11号到12号 这几天的时间里呢 双方都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发言 等于是拉开了一个拉锥站 对 比如说是像这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他们就会给出一些证据 就把特朗普定为一个煽动总司令 1月6号的这个事情 他们定性为是这个暴民冲突国会吗 对不对 领头领头 对对对 那么他虽然没有出现在这个队伍当中 但是他的言论 起到了一个煽动总司令的这样一个 一个身份和作用 算得上是为当时的局势 起到了一个火上浇油的作用 那么在另一方面呢 这个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啊 或者是这个共和党内支持特朗普的人 则是说这个暴力者你进去的话 进国会里是你的这个个人行为 不是说受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演说的鼓舞 说每个人都是有言论自由的 如果说特朗普发表了这张政治性的言论 而弹劾他的话 那你等于就是不让人说一个 发表自己想法的话的机会 是 就听起来有道理吗 有道理 但是呢我觉得贪案不会过 对对对对对 因为67票吧 这个这个门槛还是有一定高度啊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共和党大概也不至于把它给弄成那么不堪了 嗯对对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民主共和两党 他们毕竟都是在美国国会当中必不可少的两个部分 他不可能说是只是为了把特朗普一个人搞下去就搞到整个内部的分裂 整个党整个党都陪上去 对那共和党内部的人 他们自己就是有的支持有的反对自己撕开这样的 那么以后要如何去再去做其他事情 反正那家伙已经走了 咱们就还是要回归正常 而且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 如果这个事情是在新西兰的国会当中的话 我们有的政策呢是按照这个党派来来来投票 做决议的对对对对 比如说是绿党优先党或者什么党 大家是拧成一股一个代表 对对对对 除非当这个事情我们是需要议员是良心投票才能代表个人 那么在参议院当中是不存在的 当然党团的力量还是很大 会影响到他们的个人意见 有有有党团力量还是会左右议员的立场 因为党团的力量换句话讲 就是下次选举的时候 你不听话的得不到资源 因为你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 对对对 你就等着自己去想办法找资金 所以这个党团呢 这个还是有一定约束力 为什么虽然叫党编嘛 对不对 叫编撤这些国会议员管理他们 好的 那讲到这里 对时间关系收收续 待会回来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纽航啊 怎么会卷到沙特海军的这个维修案当中 我们一会见 好一会见 怎么样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三世界观 我是David正经卫 大家好 我是斗荣 是今天是大年初一到节目的最后一段呢 我们当然要看到新闻 还是社会新闻呢 就是关于这个纽航啊 涉及了这个沙特海军的案子 是的 这个案子不单单是涉及到纽航 纽航有52%的股份 甚至是这个我们的政府控股的啊 国家的 对对对就有点不好 而且最主要是以前的这个CEO呢 Christophe Laksson 大家知道把他叫做什么商业金铜啊之类的 对啊 目前又是国会当中的议员 那就被人抓住了说 那是不是你在这个做CEO的时候 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啊 什么事呢 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那么纽航最近的确是这个麻烦惹了好几天了 有这么个事儿 电视一台就曝光说啊 纽航过去呢 一直在为沙特阿拉伯的海军提供一些支持 而这样的支持呢 其实是和我们新西兰政府的一些政治立场呢 是相违背的 我们知道在也门这个内战爆发之后呢 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呢 开始对也门进行了这种封锁 就造成了一个很多的这种人道主义的问题和灾难 是 所以新西兰政府其实是要帮助也门的 来扶持他们的 但是据新闻当中曝光出来是这样子 就是纽航有一个专门的燃气 这叫什么燃气涡轮机组的部门 就是飞机引擎的维修这个部门 对这个部门呢 曾经给沙特的海军提供过相关的服务 现在应该也是在提供服务之内的 但是被叫停了 对啊 那就是这样子 他们给沙特的海军提供近两年的这个服务 这个合约呢 是在2019年开始的 一共是300万纽币的服务 那现在事情曝光出来就是说 我们纽航怎么能做这样子 跟我们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啊 和我们的政治立场所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就把这个矛头指出来说 克里斯多夫拉克森 你原来做CEO的时候 为什么要签这样子不人道的合同 那他怎么说的 他说 他说这个合同的case呢 一共是300万纽币 他是CEO 对 CEO签的要是500万以上的这个case 所以这个 300万他不签 他说这个就是他也许是他执政的时候签的 也对啊 但他自己已经提不起来了 所以他确实是 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 大家确实是忘掉这件事情了 大概就是这么说 因为你看光这个 听说纽航现在一个月的亏损都几千万了 对 所以这个区区300万 300万就没有放在心上 那但来讲呢 现在来说呢 这个虽然已经退出了纽航 但是呢 还是被扫到了 对 所以很多人就在好奇 可能跟我一样啊 觉得纽航啊 不是维修飞机引擎 怎么跟沙特海军扯上关系 对那我想这个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如果是给对方的这种海军啊 什么的政府的东西军方的东西 难道在过滤的过程当中 没有考虑到这些吗 因为平良心讲这个纽航啊 他这个发动机维修这个部门啊 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事外包出去的 基本上是我们做维修 因为飞机引擎飞到一个时间 都需要保养更换零件 所以纽航在这方面非常的强大 有一个是在奥克兰的南区啊 有一个厂房 另外在加州啊 美国加州 有一个有两个地方 专门是飞机引擎啊 波音公司指定维修 合格的这个厂房 等于是我们来替他们做 就因为波音卖了以后 他没时间维修 我们有取得一定的资格 有专业的工程师 能够维修飞机引擎 好那照讲 我们一般服务在航空公司啊 帮人家维修引擎 可是这些年呢 因为这个船只啊 需要大量的速度 快速啊 一个八千吨的船 如果要跑到三十节 必须要有十万匹的马力 去推动这个引擎啊 让这个船在快速在海上行进 好那过去燃油呢 这个推进器啊 那个力量不够太大了 八部机器才一万多匹马力 那怎么达到十万匹马力 那全船都是装引擎啊 后来就有人突然想到 把飞机引擎啊 装在这个船上面 就推力很大 对不对 飞机引擎推力非常大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八千吨的船 跑三十节 只要装四个引擎 推力就可以到十万匹马力 哗在海上跑 那比那种以前的燃油的 要强很多很多 所以现在连中国的驱逐舰 美国的驱逐舰 都是用这种飞机喷射引擎啊 装在船里面 但要改装了 那个有点复杂 那这个引擎能在汽车上用吗 那你汽车就飞天了 噓就射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纽航在维修方面呢 是它的强项 好那这张单子就接了以后 没想到呢曝光 因为沙特啊 大家讲野门这场战争啊 实际上是 伊朗跟沙特打代理人战争 两边都在出钱 出人出什么都在野门打 实际上是沙特呢 跟伊朗死不对头 一边是波斯人 一边阿拉伯人 所以呢 他们到野门打架 然后野门人 遭受到的战争 反抗军跟政府军打 所以野门人民倒霉嘛 那当然新西兰是支持和平啊 是 所以对沙特来说呢 这次曝光啊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 也是现在代表拜登政府 不支持啊 沙特继续打野门战争 可能就美国就把这个讯息 就发布给媒体 你们就曝光啊 纽红你停啊 从舆论的角度来 就把这个做了制止 或者是禁止的 没有人去帮他维修引擎 沙特的船出不了港啊 对不对 不就野门就不打了吗 是 其实我觉得在新西兰方面 不管是政府啊 还是一些资金的投入 还是非常注重做良心企业 或者必须是合格的企业 我记得以前说 我们的养老金有投入到什么炸弹 还是哪个制造方面的 被发现了 然后就一定是要叫做 烟炒公司都不行啊 但是那个利润很高啊 所以就不能去做 烟炒公司就是暴力嘛 对不对 那几张叶子卖那么贵 对不对啊 那大家还要吸烟啊 戒烟戒烟啊 好那现在这个事情的情况 是这样子的 就是纽红现在知道 他是一个错误的事情 那克里斯特夫拉克森也承认说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流程 刀管团队如何去合同的这个签署 如何去进行考察管制的时候 不够警觉 那从这次事情开始要警觉了 因为有人也采访总理了嘛 总理也说对纽红这个事情 感到很失望 还是被打个闷棍 对我就觉得也挺惨的啊 自己觉得 对不对 一下就牵涉其中 出来混要还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都是要注意要小心的 好那回来就讲到今天是大年初一 对不对应该呢 正常是喜气洋洋 对 我记得以前呢 年轻时候在媒体工作 大年初一啊 不上班 不是什么 只能报喜不报忧 什么车祸什么都不准报道 对 杀人放火也不行 好事就就说不好是不说的 对对对 但是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谈到是春节啊 嗯 昨天晚上看春晚了没有 嗯 我觉得肯定有很多朋友看了 是通过我们channel33的转播来看的 对啊 因为很过瘾啊 是这个我看了精华片 嗯 那个我只能讲一句话 这个真的是高大上 美轮美奂的一个演出的场合 但今天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看到现场扫过去的时候 观众真的都是戴着口罩的 这个防疫的意识还是挺强的 而且今年的很好看 那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 如果这个春晚您没赶上看的话呢 呃 有很多渠道可以看到重播嘛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今天channel33 还有更多的精彩的节目 也要给大家封送出去 晚上八点 我们有一台这个跨国春晚 你说原来这个央视的春晚 可能是比较主旋律的体现 这个中国的特色的 那这个跨国春晚呢 就能够体现在全球不同地方 海外华人共同过年的那种 游子情在里面了 还有不同的族意啊 是是 那这个春天的旋律 2021的这个跨国春晚呢 是在我们今天晚上的三点 大年初一要首播 然后大年初三的晚上八点 也会有重播 这台晚会呢 在全球的13个国家和地区 通过29家媒体机构来播出 我们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它涉及到的演员也是非常的多 像是有这个马来啊 菲律宾啊 泰国印尼 缅甸越南 好它好像是东盟十国比较多啊 老挝啊柬埔寨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这个周边都有 那么最主要呢就是体现在世界各地的那种年味 中国味也是有很多亮点的一场晚会 我看一些片花 它那种规模不输给央视春晚 对也是非常实力的 它制作是精良啊非常的高档啊 绝对不是一般出自烂造的 对因为它的这个制作团队呢 也是邀请到非常厉害的是湖南类似的这个晚会团队 非常会做晚会 还有央视的团队一起来打造的 怪不得 很精彩 就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央视的那种春晚 就是高大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一定要锁定哦 今天晚上八点哦 不要错过啊 是 那单来讲呢 讲到春节春节习俗非常多对不对 那在今年的这个央视春晚 你觉得有哪些亮点在那么多节目当中 亮点吧 今年的这个开场之后的那个歌舞秀 我觉得挺有特色的 这个开场以后呢 第一个歌舞秀呢 是一个特别体现多元的文化和国际口味的 还有什么是有这个很老牌的一个歌星 我不知道你可能不认识叫朱明英 是原来东方歌舞团的一个老牌的 可能现在都有60多岁的一位 非常有威望的一位 带头 对他唱了一段他表演到非洲歌舞 然后整个节目当中有很多少数民族 还有一些国家感觉就是蓝美的了 对对对 什么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的这个文化的东西 都被包容在内了 就看出来这个外交 对对对 这个节目当中是有体现的 外交搭台子 非常的抱歉 非常能够呈现这种效果啊 对 是不是看完就去睡了 因为是挺晚的 要不然今天就起不来了 对当然来讲今年呢 特别还有这个 什么云演出啊 对不对啊 周杰伦呢 在云当中开展 真的啊 今年是这样子 还有周华健呢 那个叫 楼德华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所以很多的这个演员可能都没有到达现场 他们就是那种利用现代的这种科技手段 呃 云直播 然后云连线的方式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同在一台晚会当中 而且今年特别是小品啊 他还能够做到就是在这种 呃 讲这个武汉被封城期间 嗯 大家站在阳台上 嗯 哎这种也是 就反映很真实的 对对对对对 疫情当中 就是整个呈现出来这个过去这一年 中国所面临到的这些 呃悲欢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没看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的 虽然每一年春晚都会被吐槽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值得看的点 因为你不看你没得吐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 这逻辑还好 除了有精彩的电视节目锁定 我们参加三十三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今天晚上 有精彩的电影 你知道对于我这样子一个爱看电影的人 嗯 疫情期间不能看电影 我多急啊 我买了那么多套票都过期了 买到了没这次 我我买的是那种 今天晚上去看吗 我买的是那种本对一套的 所以就是不看的话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已经放宽时间了 放了三月份有效 所以必须赶快 那今天晚上把它看完 对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叫做唐人街探案第三集 还有呃这个就是我看看谁演的刘划然 还有你对后面是王宝强 对对对 哎呀呀呀呀我最喜欢他 对这很精彩的一个悬疑搞笑的喜剧电影 这就贺岁片吗 对对说他对了就是贺岁片 另外还有另一部也很好看 叫刺杀小说家 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网络小说改编的 最主要它的监制是宁浩啊 宁浩的电影品质都是很有保障 我让你挺感觉一今晚上看两场 嗯就只分身乏术我就先看一场得了啊 就是就是看这样的 号票不就用完了 推荐给大家 是是是好片 大家不要错过 因为今天已经星期五了 接着两天周末假期呢 这个虽然讲采周两天 但对我们华人来说 明天还是大年初二回娘家的日子 如果有条件 能够回娘家的人 最好回娘家 回不去太远了 那毕竟我们华人 还有这个习俗嘛 跟孩子们呢 多聚聚多分享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是的 啊 最后我们再带给大家一个这个春节的小尝试啊 我看导播没跟我们说时间 那个这个小尝试什么呢 就是大家刚才一开场的时候 看David老师给大家做一了吧 你知道哪个手在上哪个手在下吗 啊 就是左手和右手哪个在上哪个在下 左抱右还是右抱左 我过去做左抱右不对对不对 对了 啊我对了 来大家看一下最后一个半年的小尝试啊 男子抱拳的时候 半年一定要左抱右 这才是急抱 如果要不然你右抱左 就相当于求饶别杀我 哈哈 那女的呢就反过来一定是要右抱左 所以我们在最后用最正确的姿势给大家半年了 祝福各位新年快乐 好的 稍后我们来一段这个天气预报 对对对对 半年归半年还是要看明天各大城市的主要天气情况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阳光明媚的周末 奥克兰的是晴天17度到23度 哈密尔顿晴建多云12度到27度 陶朗嘉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建多云16度到22度 首都惠灵顿明天的天气呢是大晴天温度是14度到18度 好再来关注一下南岛方面 首先看到的是基督城 明天是晴建多云11度到21度 再来是第二个城市皇后镇 明天晴建多云9度到20度 最后是淡尼丁 淡尼丁明天的天气呢也是晴建多云的好天气 温度也回升了11度到17度 是的 这个就是今年大年初一的新闻 这个非常的精彩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那我们就下周一准时空中再见 好的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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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